讲解女人的赞球完全停不住呀 我停了 我停了 她还可以从她宝贝小的时候开始跟你讲 她宝贝小小一个人拿了一个大的篮球 要去打篮球 要去溜冰 我跟你讲我女儿太浩强 他拿篮球要去打篮球 你觉得他那个小个儿个儿 他怎么拿得动那个篮球 他一一在篮球场气到 从太阳日正当中到太阳下山 他不肯走 一定要去 他一定要把那个篮球丢进去 丢进去 我跟他讲的是不可能的 然后有一天他在 在书网上那个时候 他看到有打保龄球 说是有给小孩子的 我就带他去 就到那边没有 那个保龄球他根本拿不动 他叫我去叫那个经理来 他要见他 那是多大的时候 K2啊 K1啊 这么小的时候都这么有想法 而且还很坚持 他说为什么没有做小孩子 简直是歧视 他就说他要见他 哎呀我哪敢呢 真的他就跟我闹 回到家还在闹 所以我的女儿很特别的 还有他很感人的 就是他 他觉得月亮是很寂寞的 所以他想要安慰寂寞的人 所以他写信给月亮 写信给月亮 因为他觉得我无所不能 所以他就把信写好了 叫我寄给月亮 跟我问月亮地址 我哪知道月亮地址啊 那你怎么回答 我想知道这个 我就跟他讲 好你来我帮你寄 我寄地址 我说那个字你不会写 然后我就把它收收收收 然后我就 我就自己去记 其实我没记啦 可是我想怎么办呢 我就 我就写一封那个回信 就放在那个 月亮的口吻 对对对对对 他当时信了 长大以后他恨我要死 被骗了那么久 可是你觉不觉得 一个女人的浪漫情怀 或者生活的幽默感 是要靠爸爸妈妈 去培养出来的